一说到赵薇,小编手先就会想到小燕子 特别是她那双灵动的大眼睛让很多人看了一眼就忘不掉 在感情方面,赵薇虽然也曾经历坎坷 但也早在2008年找到自己终身归属 在朋友的介绍下与黄友龙相识相恋 最后低调结婚 婚后生下了一个宝贝女儿小寺院 最近几年赵薇又转行当了导演 而且经常拍摄综艺节目 现在的赵薇可以说爱情事业双丰收了 赵薇对于自己的女儿也善于打扮 经常和女儿一起放在自我 走在大街上和普通人没两样 看旁边那个叔叔看到小四月的眼带 捂着嘴巴笑是几个意思呢 据悉黄友龙在和赵薇一起之前 还有一个儿子一直在新加坡上学 最近赵薇的妻子近朝曝光 照片中他和小四月同框 能看得出也是一枚帅哥 颜值可以甩黄友龙一条街了 对于这个妻子赵薇可是把他当薄 在这个孩子的微博账号里 经常可以看到赵薇带他逛街 可以说比亲妈还要好了 不过他和赵薇还真是有缘分 从小就看着赵薇的戏长大 没想到最后赵薇还能当上他的妈妈